第131章 男的 小三 小三的娃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女生跟女生相处奇怪 男生跟男生相处 也能奇怪 但是男生跟女生相处 就是互相缠身子了 跟夏青在一起的时候 夏川是十分愉悦的 每次身子跟灵魂的碰撞后 都会让两人感情递增许多 难怪说日久生情 还真是日久生情啊 其实他很想让夏青 换上护士服尝试一下 所以在网上专门给他买了一套 淘宝三天内道 洗完澡夏青换上了睡衣 刷了刷牙 不可能 别呀 买都买了 这种时候 夏川就发挥了 自己不要脸的优势 软磨硬泡 等到夏青松口说到时候再说的时候 他就知道成了 就在这时 成一销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见夏川表情微变 夏青眯了眯眼 饶有兴致地走过去坐下 挨着他 都这么晚了 谁啊 成一销 我发小 夏川漫不经心地接起了电话 夏青有些惊讶 你说的那个高中小女生 我还以为是江河呢 不是 对于夏青有些阴阳怪气的语气 夏川只是笑了笑 喂 怎么了 夏川 夏叔说一楼已经可以住了 我跟我妈先搬进去了哈 但是我更想住二楼 因为二楼视线好一点 能够看到湖 他家那位置 房子带起来这儿八经的湖景乡村小别墅了 所以说 那个位置没有关系拿不到 村里不少人都想要那个位置 偏偏被夏广学拿到了 加上村里的传言 大家心里都有点数了 现在房子带起来 更应该明白了 夏川调侃道 你想住也得装修好啊 还有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我这周应该是没法出门完了 我妈说 教育局那边改政策了 从下周开始 高三的学生就只有周六放假了 以后周日也要上课了 好乏啊 成一宵喋喋不休 抱怨着 没法完了 夏川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高三好好加油吧 最后半个学期了 是进常理打螺丝 还是去城里 上学看你自己的 我成绩可好了 跟成一宵聊了一会 夏青就在旁边夏川 找了个借口 就挂了电话 见夏青按下了110的数字 道 事情就是这样 你跟警察也打算这样解释 夏青也开起了玩笑 随后 将手机放在桌上 小女生对你依赖感太强了 这不是什么好事 其实他想说 这不是什么好信号 夏青知道这个叫成一宵的女生 是夏川后妈的女儿 而且 两人从小玩到大 关系好很正常 像妹妹和哥哥一样的关系 可说到底 这两人根本就不是妹妹和哥哥的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 不可能杜绝某些可能性 夏川却说道 小女生 不懂事 未必 夏青起身 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又不是傻子 当然明白 夏川的发小小姑娘喜欢他 否则怎么会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如果只是普通的发小关系 不至于打电话过来 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何况 高三正好又是情斗初开的年龄 对于成一宵 夏青反而没那么抵触小女孩 一个没什么竞争能力 高中都没毕业 谈什么情说什么爱 等毕业后 还不知道去哪座城市呢 去了学校也会认识其他男生 再怎么也不会一直盯着夏川这小子吧 这小子又不是什么唐僧肉 是个女生就想扑上来 要咬上一口 嗨 夏青内心干咳了两声 搞得好像他是女妖精似的 说起来 你跟江河怎么样了 夏青借题发挥 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夏川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老样子啊 我记得他是哪个学校来着 东海大学 重点啊 听到东海大学 夏青感觉自己在学历上就输了一劫 没兴趣往下问了 我去洗衣服了 明天还要去上班呢 他没在刨根问底 觉得夏川应该有数 等夏青洗好了衣服 晾了起来 夏川已经暖好了被窝 拍了拍床道 阿青 快来 夏青表情古怪 你别搞事情 我很好奇 假如充电器 如果一直插在手机里充电 一晚上不拔出来 对手机会不会有影响 周日 闲来无事 离开羽花后 夏川一早就来到了公司 康雪岩几人都觉得惊奇 掐着时间来上班的夏总 还是第一次见 周日不需要去泡妞吗 夏总 早上好 这小子来这么早 不会是催工作吧 郑成华皱了皱眉 凝重的表情马上变得谄媚起来 夏总 今天穿这么帅是有什么应酬不成 昨天工资到账了吧 到了到了 哈哈 郑成华哈哈大笑 爽歪歪 丁书安提醒到 夏总 工作上有几个问题 我要汇报一下 小果 早餐吃了吗 夏总 已经吃了 郭小果是比较小巧 小家碧玉的类型 跟成一销差不多的身高 但是声音很甜美 目前担任公司的客服 对于夏川的招呼 他有些受宠落惊 感觉公司的气氛很不错 早上 上班时间开了的早会 夏川很享受坐在前面装逼的感觉 不过有事说是 没说什么废话 浪费时间 人事那边 尽快让面试的过来 薪水待遇HR先谈到时候 再回馈给我 运营那边好好维护 微博上的热度 还有前端 尽快把游戏活动页面开发出来 雪岩 你没事的时候 多跟各部门交流交流 好的夏总 康雪岩立马应了一声 他一个文案策划 何德何能 看样子 夏总要提携我 如果他能在公司当个主策 别说交流 给夏总端查到水都乐意啊 他知道自己能力上 不如自己男朋友 还有郑成华 但是可以学啊 夏川也确实想提携提携康雪岩 从博览会其他方面看得出来 他挺会办事的 先让他干个一年半载 到时候再提上去 水果大师的热度越来越高 夏载量也是与日俱增 神庙逃生 已经空降了 IOS端 开始图榜了 同时也走上了国外的跑道 早会结束 康雪岩提醒道 对了夏总 昨天晚上我跟老丁出去吃饭的时候 有家饭店不错 老郑 是不错 味道和卫生都可以的 生意也挺好 夏川思索了一下 提醒道 在群里投票决定吧 我还有点是出去 好的 关于午餐晚餐是否订购的问题 夏川觉得可以投票 很简单的一桩事情 想要订购的补个名单上来 不想订购的补贴 就发到工资里面 离开写字楼 夏川看了眼 已经拆下来的门面房 随后跑了一趟市场 找了个装修小公司 说了说自己的要求和风格 把咖啡厅装修的事情 外包给了装修公司 六十坪的门店 走简约轻奢风格 也要不了多少钱 忙来忙去 都已经中午了 夏清他们都半天的班上完了 结果江河也才起来没多久 周日睡了的懒觉 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都懒洋洋的 两人约好了中午吃饭 吃了饭去看的电影 打发一下时间 晚上还约了他父亲 江河的父亲叫江建东 跟江河母亲是一个地方的人 对于江河母亲说的 江河爸爸性格不太好相处 他挺好奇的 可能是受了江河的影响 他都对事情好奇起来了 车上下穿看着青丝手链 如果戴上能叠BUFF 或者加工素的话就好了 十二点半 太阳刚好 最近降温过后又回暖了一点 穿上卫衣也不算太冷 学校后面枯黄的落叶渐凋零 还有环卫工人正在一点点的清扫 江河对裙子情有独钟 乌黑的发丝披散在肩上 穿着一件米白色上衣 外面套着一件修身的黑色吊带 黑白搭配绝了 裙摆一直蔓延到马丁靴上方 夏川抱着手臂打量着他 果然成不成熟看的是看人 有些女生看上去就自带青春甜美 天生的夏青就是天生看上去比较亮 两种不同风格的美 楼仙梦是看上去很稚嫩的风格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挤油 等很久了吧 也就半个小时而已 快饿死了而已 没关系 夏川耸了耸肩 我想化个妆啊 你带出去不也有面子吗 江河抱着他的手臂晃了晃 欲试不绝就撒娇 夏川吐槽道 相比把你带出去 我更想把你藏家里 是吗 江河已经抛开了最开始的害羞 现在渐渐大放了起来 刚开始有些放不开 可能是两人还没熟到这地步 中午吃个香菜吧 我想吃那个腊炒黄牛肉 上了车 夏川将礼物递过去 给你的 谢谢 江河惊喜地道了声谢 我能现在拆开吗 拆呗 你温柔点吗 江河似撑似娇地瞪了他一眼 打开礼盒映入眼帘的 是两个红色的四叶草饰品 卡迪亚的四叶草吗 好漂亮 戴上看看 红色的比较适合你 江河迫不及待地戴上 美眸弯成了月牙 注意到夏川手腕上的青丝手练后 心里面美滋滋地 扬了扬鲜细的手腕 这样就是情侣手练了 挺好的 夏川笑着点头 手不轻易地放在了他腿上 江河低头看了一眼 轻哼了一声 却也没有拿走 你有没有跟你爸说 要带男人过去 没有 夏川有些汉 提醒道 别到时候 你爸要跟我拼命 有我在的 别怕 江河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爸呀 严肃地 精致利己主义者 江河思索了一下 给出了一个 让夏川有些惊讶的答案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夏川陷入沉思 这样的人反而不难应付 也是最好理解的 香菜馆需要排队 人气比较高 在点评上 是必吃榜单前十的餐厅 大中午的客人 就一桌接一桌了 江河还在摆弄自己的小礼物 乐此不疲 下午我去买点东西 夏川觉得第一次见面 不管江河父亲什么情况 都应该带点烟酒 两人吃完就直奔电影院 爆米花饮料 情侣做标配 最近的电影还算可以 没有浪费门票 夏川也没多买什么东西 一条黄金叶 一瓶茅台 现在的茅台价格还是低的 他打算过段时间多囤一点 随随便便囤个几十箱 等到十年后 也能赚一笔了 酒这东西 只要国人不停止 喝就永远有市场 关键是 茅台他也确实增值啊 茅台股票都能多买点 还有新能源这些 他这个基本不炒股的 还是当年在搞C++的时候 买了点公司的股票 小赚了一点 平时基本不买股票 所以 对这些东西 也只是知道表面一层 并没有多深厚的理解 抱着玩玩的心态 能投资点 事实上 只要试个男的 基本都沾点这些东西 比如福采的呱呱乐 世界杯 打牌 就算在身边的人 也只有个例是不玩这些东西的 这样的群体比较少 别说男的 女生很多都比较着迷这些东西 因为付出极小的财富 就能追求最低限度的快乐 那种肾上限速带来的快乐 确实让人着迷 除此之外 就是跟妹子睡觉了 夏川 这张中了二十眼 江河惊喜地 将彩票递给他 你运气比较好啊 我这张就刮了十块钱 老板三十块的 买个十张 江河低声说道 这个肯定中不了的 找点乐子 刮了几张三十的 幸运数字八 最高一张中了一百 但整体 算下来 还是亏本 夏川边走边说道 要不下次 我们买这种 干脆给老板一半的钱 也别刮了 哥哥 江河乐不可知 我觉得很有道理 也不知道 老板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应该会很有意思吧 应该会觉得 我们是杀笔 嗯 江河觉得 完全可以自信点 把应该两个字去掉 夏川 我们下周去寺庙里祈福吧 祈福 嗯嗯 反正靠自己没用 所以 还是抱佛脚比较靠谱 你这是在做题和作弊之间 直接选择了开谈做法 夏川想起了一个以前的熟人 对方是 直接把店里面的二维码保存了 遇到不顺的事情 就给二维码扫点钱 这操作差点给他笑死 江河听了 都暗暗咋舌 这有点太依靠菩萨了吧 这样的话 菩萨应该也挺忙的 有时间去牛手山吧 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呢 紫荆山我去过 听说晚上爬紫荆山 能遇到黑山羊和野猪 有空去紫荆山看日出 嗯好 江河轻轻汗手 内心有所期待 不知不觉 都四点钟了 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上了车江河说道 在河西那边 金奥费尔蒙酒店 那里啊 有家牛排八房比较有名 对对对 就是那 江河有些惊讶 你去过呀 我去过的地方多着呢 你一说我就知道是温哥华八房了 整个精灵比较高端有名的餐厅 我基本去过 不知名 但是好吃的我也去过 厉害的厉害的 江河明媚的毛子里 满是小星星 进奥费尔蒙酒店 地处 河西中央公园附近 夏川停好车 并没有见到江河的父亲 江河心情有些低落 却又欢快地说道 走吧 我爸已经在等了 37楼 坐着电梯 一层层往上 江河抱着夏川的胳膊 心跳如骨 带男朋友 见自己父亲 还是有点紧张啊 话说 夏川这家伙 不怕我爸不允许 我跟他在一起吗 关于这样的问题和情况 江河从来没听夏川提起过 好像在发呆 其实他也挺紧张的吧 见夏川侧脸的模样 江河也没那么紧张了 其实相比江河罢 不允许他跟江河来往 夏川更好奇 电梯多久 维修检查一次 倒不是恐高 事实上从那信仰之月后 他早就克服恐高这个问题了 只不过 电梯往高处爬的时候 他在想 如果电梯下坠 自己在电梯落地的一瞬间蹦起来 能活着吗 这个奇葩问题 挺有意思 叮咚 夏川 我们到了 江河清脆的声音 将他拉回现实 走出电梯后 酒店装潢 还是比较不错的 温哥华爬房他来过 如果要挑刺的话 说实话 真不如那些老牌五星级 无论是各方面 爬房的档次是精灵最贵的 但是问题也比较多 比如餐具并不是那么精致 牛排造型独特 但摆盘单调 反正是来蹭饭的 夏川也不那么讲究了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江河跟夏川来到包厢 推开门的瞬间 江河一声 把硬生生憋回去了 包厢里面有一男一女 还有一个小男孩 孩子大概五六岁左右 穿着哈利波特魔法学院的服装 长相十分秀气 男子国字脸 穿着西装 看上去有些严肃 在见到自己女儿的时候 严肃的脸上 也露出一丝笑容 只不过看到夏川后 那唯一的一丝笑容 也渐渐收敛了 夏川只是扫了一眼 男的 小三 小三的儿子 大致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本章完 第132章 夏川 我想回家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有些事情挺残酷的 比如风华正茂的少女 需要在最精彩的时间 承受这个年龄 不应该承受的压力 江和之前说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夏川觉得 可以再打上一个人渣的标签 还没离婚 在外面已经有小孩了 小孩看上去 应该有五六岁的样子了吧 其实只要是经历过社会的都明白 这些狗屁倒造的事情 对于有钱人而言 算不了什么事 稀疏平常 钱 是个好东西 所以 这种事情很常见 只不过夏川又觉得 江建东做得不够好 如果把他跟江建东位置互换一下 那么他 绝对不可能跟江静怡结婚 结婚了 对于浪里小白龙而言 就是上了枷锁 还怎么策马奔腾 现在不但婚外情 还有了私生子 又抛弃糟糠之妻 这不是把陈世美的头衔 往自己身上揽吗 夏川也只是吐槽一下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想嘲笑一下对方 但是大哥不说二哥 目光扫了一眼 身旁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笑容 露出两个小酒窝的少女 此时的江和 原本的灿烂笑容 渐渐收敛 表情逐渐漠然 他应该也明白了些什么 只不过不想承认罢了 江和喊了一声 爸 来了 坐吧 江建东表情也漠然起来 只能说 不愧是妇女 严肃的时候 感觉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女孩随父亲 男孩随母亲 有点说法的 出于礼貌 夏川打声招呼 江建东也只是点了点头 并没有招呼他 随后他就坐在那 吃着法棍 喝着白开水 当起了吃瓜群众 我女儿 小和 江建东看向自己身旁的年轻女人 应该只有三十几岁的样子 身材很好 皮肤也很白 看上去要比江建仪年轻一些 夏川觉得 比软淑宁差许多 无论是身材上 还是气质上 屈婉婷目光落在江和身上 目光有些审视 他已经跟江建东结婚了 所以对于他而言 江和才是外来者 贸然多出来一个女儿 这对于他的生活而言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但是 影响不大 因为对方已经成年了 而且还在上大学 再过几年就嫁人了 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而他的儿子 则作为家里唯一的继承人 屈婉婷露出和蔼的笑容 小和 叫阿姨就好了 江和也淡默地望着对方 难不成我 还能叫你妈 他扫了一眼 藏在屈婉婷身后的小孩子 并没有理会对方 对于他而言 屈婉婷只是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 贸然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 拆散了他的家庭 随后 他又看向自己的父亲 那目光似乎在质问 江建东知道自己女儿很聪明 不需要多解释 本身也没打算继续瞒下去 于是揣着手放在桌上 我和你妈的事情 应该早告诉你的 当初 你正要高考 怕影响你学习 所以就暂时搁置了 现在你也上大学了 我跟你妈前段时间把婚离了 希望你能理解 夏川打来的哈欠 自己的问题是只字不提啊 对方的意思就是 他只要他觉得 婚已经离了 弟弟也带过来了 以后江河就跟着他生活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 江河出乎意料地冷静 问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你们就把婚离了 大人的事情 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几句话说不清楚 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怎么明白 难不成以后 我要像你一样 把外面的女人跟孩子带回家 然后再跟自己的孩子说 我跟你父亲已经离婚了 希望你能理解 以后你就明白了 江河字字珠基 银牙紧咬 身子微微颤抖 屈婉婷脸色微变 但依旧保持着笑容 江剑东眉头皱成了穿字 面不改色 我当然不希望你这样 先吃饭吧 姚辉 叫姐姐 姐姐 小男孩不知所措地 看着眼前陌生的少女 她能明显感觉 少女不喜欢自己 有些勉强地叫了一声 江河深吸了口气 看向眼前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不好意思 我希望跟我妈一起生活 我当然尊重你的选择 有些事情在说 今天你朋友也在 是男朋友 江河看向自己父亲 一字一句地说道 夏川起身说道 叔叔 我叫夏川 至于旁边的女人 无所谓 什么时候谈的 我跟你妈怎么不知道 江建东沉默了半想 对于自己女儿找了男朋友这件事 她很不舒服 目光认真地看向夏川 眼神极其不悦 她女儿 要找也得她点头同意 江建东看夏川的目光 越看越不顺眼 年轻人就是这样的 喜欢就在一起了呀 不需要多解释 你也应该能理解我的 也希望你理解我 江河正色道 夏川差点笑喷出来 妇女内战 针尖对脉盲了 真没想到啊 就那么甜美清纯 傻白甜式的江河 居然会有这么骄傲傲慢的一面 先生 现在上菜吗 上菜吧 江建东看向夏川 道 我女儿找男朋友 是有标准的 没有 我喜欢就行 江河却说道 等你什么时候 手里拿得出来五百万 再来跟我说 要跟我女儿谈恋爱的事情 江建东十分认真地 看向夏川 给出了一个正常人都完不成的条件 显而易见 他并不希望夏川跟自己女儿在一起 那我应该听谁的 夏川满不在乎 确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能够说出来的话 同样的他也不喜欢江河的父亲 这是对他多不满意 又对自己有多自信 五百万 你他妈怎么不上天呢 你们一家人慢慢地吃吧 夏川 我们走吧 江河起身跨着包就往外走 感觉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夏川黑黑一笑 江叔 那等我赚到五百万 再来见您啊 江建东看着夏川那欠揍的笑容 内心十分的不适 总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吊耳郎当的 对方的目光和表情 也有着一丝 戏谑 屈婉婷表情有些我见油脸 老公 小河好像不怎么喜欢我 还小 不懂事 出了八房 夏川吐了口唾沫 什么掉东西 上了电梯 气氛有些沉默 夏川看向江河 紧接着表情一正 望着顺他白嫩脸颊上滑落的泪痕 内心一揪 他伸手 搂着他的肩膀 将他抱在怀里 那个少女 此时此刻是这么的柔弱 小河 等咱俩孩子五六岁了 再带过去给你爸见见面 对孩子说 这就是你素未蒙面的外公 是 江河没忍住笑出声来 抬起小手擦了擦眼泪 夏川 我爸没了 你爸只是离婚了 不是死了呀 夏川哭笑不得 本来想说你还有你妈 但仔细想想 江河可能妈也没了 仅仅一天的时间就痛失双亲 一时间 他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对方 他严重怀疑 江建东明摆着知道 江静怡在外面 找了别的男的 又故意不告诉江河 好让自己女儿回去后 认清现实 这样一对比下 肯带着他过日子的父亲 自然要比母亲要负责任得多 果然不愧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自己女儿的情感都要算计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心思比较脏 我妈也早没了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江河内心充满了悲伤 迷茫 心疼 曾经那个喜爱自己的父亲 就怎么抛弃了他跟母亲 跟着别的女人组成了家庭 还有了别的孩子 江河感觉自己的童年也破碎了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江河一个电话打过去 妈 刚才爸带着另外一个女人 还有一个孩子告诉我 他跟你离婚了 小河 大人的事情 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我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多么熟悉的话 回荡在耳边 这跟他爸说完全一致 江河心凉了半截 哽咽了几声 妈 我想回家 你好好上课 下周妈上去接你 我跟你爸的矛盾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有些事情说给你听 你也未必能理解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江河直接挂了电话 顺手将手机给关了机 他抬起头 夏川 我想回去 我送你回去 我也顺路回去看看 多大点事啊 走吧 夏川搂着他的肩膀 反正他明天上不上课去 都无所谓 摆烂 江河现在是最空虚的时候 也是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 夏川自然不可能丢下他一个人离开 江河擦了擦眼泪 他多希望自己母亲能说马上来接他 跟他一起抨击他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王八蛋 以后跟他一起生活 但是江静怡的话 让江河有些失望 也有些迷茫 为什么自己丈夫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能保持这样的态度 夏川 你说我妈会不会也不希望跟我一起生活 江河不是傻子 坐在副驾驶上问了一个内心最担忧的问题 随后又自我安慰道 没关系 我都有心理准备了 反正我上高中后 我妈就比较忙 我爸也经常不回家 本章完 第133章 夏川 你要负责呀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江河记得高中三年 除了父母偶尔叮嘱他要加油 定了个目标 他妈不允许高中谈恋爱外 好像也没怎么管过他 夏川提醒道 你已经成年了 有自己的生活 不要因为你父母的决定影响了你的规划 我没有规划了 江河吐了吐小舌头 怪难为情的 揣着手说道 好像除了学习 就是完了呢 夏川一愣 也是 不是谁都跟他一样 现在就能把未来的一步步规划好 就说他以前吧 等到快毕业的时候 都还有些迷茫 还是通过学校的渠道 去了第一家公司 后来浑浑噩噩干了几年 为了买房 想着买了房结婚 才开始规划之后的生活 好点的学校 聪明点的人可能大三的时候 就开始规划未来的工作了 当然 规划是一回事 能不能习惯社会上的人情事故 又是另一回事了 那就活得轻松点啊 让你父母定期把生活费打给你 记得让两人多打点 以后想见见他们 就抽空去见一下 不想见就不见 说到底 江河成年后 对父母除了经济上的依赖 感情上已经没那么依赖了 江河眼眸中满是小星星 道 夏川 我心里舒服多了 那就打个电话 给你妈 让她把事情说清楚 免得影响你上课 我也这么觉得 我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我心里其实没那么难受 江河抬起头 不像是自我安慰 看向夏川的目光 也绵柔似水 满眼都是她的身影 假如我爸妈要是经常不在一起 感情又不好 哪怕还在上学 我甚至会支持两人离婚 离了更好 眼不见心不烦 夏川开着车 安慰了一句 她能做的不多 也就陪着江河回趟县城 安慰安慰她 最起码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再就行了 等以后感情上出了问题 江河就会想到今天晚上 在她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夏川陪在了她的身边 这样想着她内心就软下去了 女人都是感性的生物 个别例外 江河在个别事情上性格很骄傲 但是平时还是个软妹 对于夏川的话 江河听进了心里面 她觉得夏川的性格还有风格 就很成熟 很酷 有个自己喜欢的人陪在身边 她内心没那么难受的 现在对于这件事 也觉得很烦 短暂的伤心过后 江河就释然了 是啊 父母离婚什么的 对她未来的生活 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江河给江静怡打了个电话 约在了县城流行广场的咖啡厅 夏川 我好 刚到县城 江河就感觉肚子饿了 本来应该在温哥华八房吃牛排的 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 夏川义愤填膺道 那种场面 我也觉得恶心 再好吃的食物 也会变得形同嚼辣 是吧 是吧 江河攥了攥拳头 有些怒气冲冲 还说什么让我叫她阿姨 凭什么呀 都不知道她哪里冒出来的 跟有毛病一样 知三当三 还显得自己很有礼貌似的 我都不知道她哪来的脸 你知道 她当时看我的眼神 仿佛在看外来者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妈是小三呢 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弟弟 算了 小孩子懂什么 江河骂起人来 不带脏字 却也是字字朱击 但是提到之前那个小男孩 表情又复杂起来 一个个同父一母的弟弟 夏川买了一份鸡牌 竹签地到江河嘴边 江河嘴唇清起 好香 再来一块 嗯 两人边吃边走 边吐槽 见江河心情恢复如初 夏川也放心了 不知不觉 都七点多了 夏川坐在沙发上看了眼时间 今晚可能也回不去精灵 于是用点评看了看附近的酒店 不多时 熟悉的身影推门而入 见到自己女儿 还有夏川陪在身边 江静怡松了口气 妈 江河抬起头眼底浮现一色 但很快就散了 内心还是觉得十分的委屈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她也不想哭 她也想努力变得坚强 但是有些事情上 她就是憋不住 原本好好的结果 突然告诉她 离婚了 家没了 她一时半会 哪里接受得了 别说她了 换成谁 估计都要猛一段时间 江静怡心里面一揪 说到底 江河还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慌不择路地 给自己女儿擦了擦眼泪 安慰道 不哭了不哭了呀 你爸给我打电话说你跑了 我还担心了半天 赶回来肯定还没吃饭呢吧 没有 江河吸了吸鼻子 看到自己母亲觉得 夏川说得真有道理 爱怎样怎样吧 反正她能自己独立生活了 快走 去楼上吃点 江静怡拉着她 随后看向夏川 夏川 麻烦你了 真的是 不麻烦 自己人 夏川笑了笑 江静怡目光有些讶异 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随后低声问道 再谈朋友了 嗯 江河落落大方地承认了 也没有害羞 只觉得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餐厅内 江河问道 妈 你早就知道 我爸在外面有小三了 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夫妻之间 在外面有没有人 他能不知道吗 这男人一有钱 各种应酬 还是跟一些有钱 有身份的人凑一起 不坏也坏了 江静怡觉得 用被带坏了来形容 有点抬一句江建东了 当时你还在上高中 吵了好几次 你外公外婆也清楚 为了不影响你上学 就暂时没提这件事 现在你也上大学了 角落里 夏川喝着饮料 吃着饭 听着夫妻之间的琐事 觉得再正常不过 离婚率逐年增高 这种事情 只有小孩子觉得狗血 像什么婚内出轨 找小三 取悦领导 某种意识而言 这不都是机操吗 很少有那种操作离谱到 让他感叹一声卧槽的情况 当然也有 但是太悔三观 有些事情太过于离谱脱离现实 可偏偏它就是现实 写进小说里 都会让人觉得离谱的程度 江静怡的解释 江河接受了 这就是场合的问题了 如果江建东选择这样的场合 妇女之间谈一谈离婚的原因等等 江河未必接受不了 但是带个小三孩子 只能说 江建东太过于自我了 特别是那句 你以后就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仿佛已经给江河安排好了以后的生活 看得出来 对方无论是生活上 或者性格上都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但是有人不接受他的强势 不理睬他 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江河也很聪明 不想住在屋檐下 也不想低头 交流间 江静怡安慰着江河 让他不要多想 好好上学 才是现在该做的事情 在他眼中 自己的女儿 一直都是比较坚强的 性格随他 加上江河现在 有个男朋友 在身边 不孤单 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往江静怡预料的最坏情况上走 母女两人聊着天 说着以后的事情 这对夫妻 还是有点理智的 定期给江河打生活费 并且 县城在清河湾的那套房子 留给了江河 等等条件下 江河房子有了资金有了 就差自己开公司创业了 江叔叔说 让我手里有五百万 在跟江河谈恋爱 夏川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 楚楚可怜的样子 他甚至看了看银行卡的余额 松了口气 还以为自己真穷到 只剩下五百万了 江河乐呵呵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车上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也没有这么可怜呢 不用理他 江河的事情 他自己做主 江静怡寻思着 夏川能开个保时捷 怎么可能家里五百万都拿不出来 没有个上千万敢给自己儿子买这样的车 江建东明显就是难为夏川 让他知难而退 五百万听到这笔数字 都没有几个会迎难而上吧 对于夏川 江静怡还是满意的 看得出来 家庭条件非常不错 也看得出来 是个比较成熟的小年轻 自己女儿跟这样的女生 在一起 她是非常支持的 江静怡安慰到 那个男的很自私 哪怕是你爸 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自己决定 不要听她的 嗯嗯 你今晚还回家里住吗 江河摇了摇头 明天要上课的 那就吃完早点回去吧 夏川路上车要开慢点 知道了 江仪 出了商场 江静怡虽然有些不舍 但还是因为 要回去搞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离开了 江河看着她的背影 其实有很多话要说 寒假她到底回不回家 老爸以后还会不会回家了呢 以后呢 春节呢 突如其来的事情 对江河有不小的影响 最起码对她近期半年内的生活 产生了一定改变 突然 内心感觉有点寂寞 江河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不过在这件事当中 潜移默化 变得更成熟了一些 大人的事情 总有他们的理由 加在中间的她 未免有些不知所措罢了 人就是这样 活到老学到老 经历的多月里多了 自然而然就成熟了 需要时间去积累 寒风吹过 江河缩了缩脖子 抱着夏川的胳膊 抬起头 有些乐天派 笑容不再牵强 仿佛未曾发生过之前的事情似的 我妈去工作 我只有你了 那是不是得让江仪和你爸 打点生活费给我 我好照顾好你啊 夏川笑呵呵的 我有 江河眼眸中满是笑意 啊 以后拿我爸的钱养你 好报复 真是你父亲的漏风小棉袄 夏川觉得 这种办法可行 好主意 记得多要点 我开销比较大 哥哥 买了两杯奶茶 晚上立原路 还有不少摊味小吃 盼池公园的小动物园 要二十块钱的门票 晚上同样在营业 当地基本都是 带着自己的孩子 进去逛一逛 转眼 都九点多了 江河打了个哈欠 今天的事情有点多 让他身心俱疲 抬起头问道 夏川 你还回去吗 我不回去了呀 时间也不早了 明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走了 吃个早餐就回精灵 送你去了学校 我还得去上课呢 今天数时有点晚了 现在回去打扰夏广学和李妹不太好 还有个成一销 杂杂呼呼的 现在带江河回去 不得翻了天啊 夏川想想都觉得头疼 还是找个酒店休息 等下个星期再回来吧 你不是不去上课吗 谁跟你说的 夏总还要去上课呀 江河从包里面掏出身份证 我带了哦 我按个膜 我前两天就想去了 因为一些事情给担搭了 反正时间还早 于是找了个按摩店 一个小时后路上的几乎已经没什么人了 很冷清 两侧的梧桐树看上去像是中间被劈了一刀似的 往两侧分叉 不多时 格某某太久垫 江河简单地卸了妆 困得眼皮子都已经要合上了 夏川 我好困啊 来睡觉吧 嗯 江河瞅了他一眼 脱掉了外套 有些忐忑地钻进了被窝 夏川抱着他盖上被子 彼此都能感受到彼此的鼻息 房间内变得安静无比 短短几分钟夏川也感觉到了睡衣 床确实有点软 就是不知道 酒店里面的针孔摄像头藏在哪 县城里面这件事上过新闻 后来整改了生意也变得一落千丈 一觉醒来 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夏川摸着江河的良心睡了一晚上 跟夏青差不多 有点深藏不露 这东西要看跟谁比 要是跟阮叔宁比较 那确实有点自取其辱了 睡梦中江河迷迷糊糊的醒了 睁眼一看是夏川 感受着心口的温暖 羞怯涌上心头 几点了呀 快六点了 该起床了 夏川伸手拍了拍他屁股 夏川 你要对我负责呀 江河揉了揉心松的毛子 瞬间明亮了起来 看向夏川的目光充满了绵柔 夏川腾出手来 打了的哈欠 还有骨香味 调侃道 什么呀 昨晚我们都清清白白 这就让我负责了 你碰瓷啊 你不会吃干抹尽了想赖账吧 江河气呼呼地瞪着他 有些羞恼 本章完 第134章 江河的转变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洗漱台前 两人刷着牙洗着脸 空调还没关掉 现在都稍微打点热风了 夏川光着膀子 那棱角分明的肌肉线条 就像动物世界中的猎豹 充满了爆发力 男生的帅 不仅仅只来自于脸颊 各方面的加成 比如身高 肌肉 气质等等各方面 女生的漂亮 也不仅仅只是脸蛋 江河就套了一件上衣 肌肤白皙如凝脂一般 光滑 细腻 白色的小内 身材比例十分的好 不失粉黛的脸蛋 清纯 明媚 夏川扫了他一眼 注意到他脸蛋上 那一抹微不可查的淡笑 还有盯着他肌肉看的目光 冷不丁地问道 想摸 啊 也不是很想 就是好奇是什么感觉 当然没有你的叔父啊 江河有些难为情 这是一码事吗 但是仔细想想 昨晚夏川摸了整整一晚上 他摸回去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江河脸蛋 有些火辣辣的 摸了摸肌肉 夏川的 好硬啊 别摸了 感觉有点像扶女 才不是呢 江河四身四娇地瞪了他一眼 虽然他偶尔也会看一点彩虹漫画 却也只是略微有点感兴趣罢了 跟扶女根本不沾边 是吗 嗯 江河没再过多解释 这种事情越描越黑 而且 他觉得夏川会越说越起劲 对方就是这样一个性格 时间还早 两人洗完脸刷完牙 就离开了酒店 江河跨着包迈着优雅的步伐跟在身旁 我们去吃什么 千里香小混沌 他家我经常吃的 夏川调侃道 我还以为像江富婆这样的美女 应该会很少在这种店里吃早餐 偏见 而且我现在不是富婆了 本来我还想着 少走三十年弯路 结果你直接滑铁炉了 没办法 只能靠我帮你成为富婆了呀 江河美眸弯成了月牙 明眸好齿 那两个小酒窝 不知道迷了多少人的眼 见他完全把昨天的不愉快抛之脑后 夏川也放心了 马后泡道 可惜今天要上课 不然我就带你出去放松放松了 没关系 我没有那么脆弱的 何况还有男朋友陪着我 江河目光依旧很坚强 并没有因为昨晚的事情受到打击 只不过父母离婚 对他而言 短时间内难以接受 但是又理解 因为自己的父亲带着小三 带着小三的孩子来了 江河觉得换作自己 哪怕是夏川这样搞 他也会选择离婚的 所以 他是站在自己母亲的阵营 大早上的江河 抱着夏川的手臂 看着实验中学这条路上骑着车 家长送 或者校车抵达学校 高中还是很苦呢 是啊 夏川不要想到自己高中六点不到 就要起床的日子 但是比他苦的大有人在 就说他同学吧 家里苦的学费都交不起的那种 所以当觉得自己苦的时候 想想那些比你更苦饭都吃不上的人 也就不会无病呻吟了 千里相混沌 早早地开了门 店里有几个学生 目光清澈 看上去还有点愚蠢 何尝不是他们当初的模样 就像照着镜子 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老板娘 还认识我吗 老板娘包馄饨的手 还是那么的快 筷子蘸点肉皮 一卷就包好了 肉还是有不少的 馄饨只需要五块钱一碗 很鲜美 旁边还有辣椒酱 哦 记得哦 你好像是高三 老板娘记得江河 因为确实长得太漂亮了 每次几个女生 叽叽喳喳地过来 就他最显眼 哪怕穿着实验的校服 都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来 江河摇了摇头 道 已经低业上大学了 临时有事回来了一趟 男朋友吧 嗯 小伙子人真帅 江河朝着夏川 盈盈一笑 他男朋友嘛 肯定帅的呀 夏川好奇道 记得我播 没什么印象 我还赦了两碗 馄饨钱没给你 夏川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他 还十分青涩 无论是气质 或者穿着打扮 跟现在都没法比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将以前的他 和现在的他放在一起 判若两人 江河小脸有些迷糊 早餐还能欠的吗 老板娘没好气道 欠我的钱我一分 都不可能忘 小伙子胡说八道 还 那你记性挺好的呀 怎么没记住我 我这么帅你都没记住 实验校草 很有名的 夏川得意洋洋地说道 是吧 江河被迫点头 其实 学校没有笑话 或者笑草的说法 但是很漂亮 或者很帅的 都比较出名 他听说过夏川 但也只是打架 身后几个女高中生 捂着脸 肩膀肉眼可见的 都在颤抖 憋得很辛苦 还不忘害羞地 打量着夏川 是挺帅的呀 馄饨上来 喝了口汤 皮薄肉多 一口一个 好了 我辣椒酱放多了 我想吃你的 夏川将自己的 递过去 将他的拿了过来 江河喝了口汤 美滋滋地说道 真好啊 还是那么好吃 还有那家炸鸡骨架 我也喜欢 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其实根本不需要 什么话题 如果是真正喜欢的话 一根黄瓜一杯咖啡 都能聊一下午 没有话题 有没有可能是 他单纯地不喜欢 吃完都六点半了 出了千里香馄饨 江河回头看了一眼 夏川 我们下回再来吃吧 有空就来 嗯 两人约好了后 学校路段校车 越来越多了 两人走在梧桐树下 完全没有要赶去 精灵上课的紧迫感 我在想 我能旷课 你在等什么 我等男朋友送我 江河目光优越 我要是迟到了 就说 跟我男朋友回县城了 回去的晚了 老师应该不会跟我计较 男朋友这么帅 一直挂在嘴边 那是啊 两人打情骂 靠上了车 江河系上安全带 保时捷的安全带 跟其他的车 也没什么区别 要论内饰的话 还得是奔驰 还有兵力 奔驰有一款车的安全带 能弹跳出来的 哦 江河似懂非懂的 点了点头 冷不丁地问道 夏川 昨晚你怎么没碰我呀 碰了呀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怎么没有 江河抬头看了他一眼 抿了抿嘴 有些难为情 好几次夏川猴急似的 结果他 要么没带身份证 要么就是亲起来了 结果昨晚那么好的机会 这家伙居然跟柳夏惠似的呢 也不能说柳夏惠 这家伙手不老实 江河在内心吐槽了一下 因为你没洗澡 江河抬起头 错愕地盯着他 我前天晚上有洗的好吧 现在天气又不热 而且我身上香香的 他急了 夏川忍君不惊 道 开个玩笑 你主动点不就好了 我 哼 江河发出不悦的鼻音 看向窗外 流氓 自己似还要我主动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夏川提醒道 昨晚不太合适 等你心情好了再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 没空 以后都没有空了 江河有些气恼 但是内心又充满了暖意 那我不需要负责了吧 要的呢 两人擒王绕珠拉扯了一下 夏川嘴角微微上扬 他当然不可能说 昨晚没跟他深入了解 主要是因为 酒店有针孔摄像头吧 江河眼眸咪了咪 眼底浮现一丝脚狭 马上月底了 天气越来越冷 记得多穿点衣服 别感冒了 嗯 你也是啊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夏川跟江河不约而同地看过去 来电显示程一霄 江河有些诧异 程一霄这么早给夏川打电话做什么 喂 夏川 这周你怎么没回来啊 程一霄那娇滴滴的声音响起 等到了大学 也是个小妖精 夏川说道 不想回去 麻烦 哦 好吧 我还以为你会回来呢 你现在起床了没啊 早起床了 跟江河在一起呢 程一霄沉默了半想 哈哈一笑 别骗人了 我都听到车的喇叭声了 你在开车是吧 小心点哈 我要上课去了 夏川跟江河都沉默了 嘟嘟嘟 夏川挺无语的 你看 我说真话都没人信 你平时跟他玩笑开得多了吧 江河觉得肯定是这样 你跟程一霄关系真好呢 发小就是这样的 你应该也有吧 豆青青啊 夏川点了点头 难怪豆青青跟江河经常出现在一个屏幕里 豆青青家里也很有钱吗 很有钱的 他爸爸是开五金店的 做工地上的铝合金生意 真是深藏不露啊 那些低调的有钱人就是这么来的 不说 你根本不知道他家里多有钱 可能他自己都搞不太明白 这个点已经是上班的高峰期 夏川速度开得快了一些 没赶上堵车热潮就把江河给送到了学校 眼看还有半小时 江河凑过去抱着夏川亲了一回 本章完 第135章 豆腐脑还是显得好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作为对江河最了解的人 夏川明显感觉到了 他细微的变化 经过了一晚上 对方对他更依赖了 江河刚开始跟他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还会害羞 现在反而显得落落大方了 主动了起来 有些话说起来也不那么遮掩 绕弯了 这是最明显的变化 跟程一霄那样的直球 又有不同 程一霄是一根筋 有时候又有点愚蠢 你根本预料不到 他待会可能会做什么 江河是对于喜欢的另一半 才会露出那样的一面 只有进入了他的内心 才能感受到他真正的内在美 昨晚 他就感受到了 那美很白 有点圆润 夏青是嘴上嫌弃 说白了就是嘴硬 但是不会表现得这么依赖 年任性格上也没这么落落大方 周六齐了福看电影去吧 晚上我带你去看金鱼 不要 我周六不洗澡 江河笑眯眯的出了反假似的 夏川表情一正 你听得懂啊 你说什么呢 江河也某种有些迷茫 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夏川哈哈一笑 难怪楼仙梦说 女生晚上的话题比男生还要劲爆 果然是这样啊 伸手捏了捏他的鼻子 我也可以不洗澡 咱俩都不洗澡 不就行了吗 不要 脏死了 江河翻了个白眼 轻易地拿开他的手 也挺无语的 论不要脸 还得是这家伙 眼看时间不早 他虽然十分不舍 但还是脆声声地提醒道 我要去上课了呀 去了教室萧红秀 他们估计又要拿我开玩笑了 都怪你 我比豆鹅还冤 是没办成 还得背过 呵呵 走了 等江河走后 夏川笑着一脚油门 离开了东海大学后街 公司也才开始上班 夏川也没急着去公司 而是停好车 就去了学校 教室里 刚进门就注意到曹靖了 他的脸色很白 跟生了大病似的 趴在桌上病殃殃的 看样子 应该是去过医院了 班长 早餐 曹靖将早餐递了过去 谢了 不过你太客气了 请完这个星期 就不用请了 夏川抓着至尊版煎饼果子 狠狠地咬了一口 葱花和薄脆 在口腔中四散开来 高中的时候就好这么一口 辣味和豆瓣酱的味道 也接踵而来 他可没白吃 演员的费用 还是他出的呢 干 就算是天天吃至尊版 两个星期也才看看回本而已 好人好事都做了 好处一点没落着 玩笑归玩笑 夏川再怎么也不可能要曹靖的钱 曹靖哭笑不得 他还想着 今天请完 应该就不需要请了呢 疼不疼 夏川好奇地问道 应该是无痛的吧 曹靖看了看周围 小声说道 打了麻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好了 小夫疼了一个小时 后来就不疼了 就是有点难受 医生说过几天就好了 那应该是无痛的了 好好 你没必要解释得这么清楚 不疼不影响上课就行 不用太往心里去 明天记得帮我带一杯豆浆 咸的豆腐脑也行 记得加辣 咸的加辣不是很难吃吗 夏川却皱眉道 咸的加辣才好吃吧 我一般都是加糖的 咸的根本吃不下去 那你是异类吧 甜的酷 谁吃得下去呀 曹靖欲言又止 想要抬杠 又觉得对自己的恩人不太礼貌 但是豆腐脑咸的 也太奇怪了吧 哟 天天送早餐 你们两个是在谈恋爱吗 也就在这时 许思怡一进教室 就不忘阴阳怪气地调侃了起来 夏川哈哈一笑 看向许思怡 不能找个像我这样英俊帅气的男朋友 徐大嘴是不是羡慕了 谁是徐大嘴 你说清楚 许思怡瞬间恼了 请叫我许思怡 不及时纠正 徐大嘴这个称号 可能会跟随他一辈子 哈哈 许思怡嘴巴是挺大的 班长应该说的是性格吧 男生里面就数装校几个 笑得最大声 许思怡扭着腰冷笑道 你们宿舍真是奇葩 一个开学去南科 被骗了生活费 一个去多媒体是拉屎 是吧翔哥 庄校 语文雪崖笑声戛然而止 瞬间变成了安纯 纷纷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脸色胀红 庄校看了看四周 恨不得甘死许思怡 语文雪崖摆烂了 反正他不打算找女朋友 何况还有个庄校陪着一起射死 但是就是重提 真不是很礼貌的行为 王毅勇冷笑了一声 他没什么污点 你嘴是真的大 夏川吐槽道 许思怡喝了一声 彼此彼此 你嘴也是真的简 吃着早餐 找了个靠近楼仙梦 跟江苏琼的位置坐下 刚坐下肚子疼少女 就凑了过来 好奇道 你跟楼仙梦有没有交往了 没 你要当我的聊机 夏川好奇地问道 江苏琼诧意道 你不是跟我吹牛说 一般而言 没有你一周拿不下的女生吗 都说了是吹牛 那肯定是吹的 而且没拿下证明他不一般 江苏琼无言以对 亏他周六 放弃了去曼展的机会 大老远跑回去了一趟 车费没了 也没去成曼展 为的就是给两人 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时 楼仙梦走了进来 江苏琼拍了拍位置 这里这里 我特地帮你留的 楼仙梦看了眼夏川 早 早 夏川笑着点头 江苏琼有些吃惊 楼仙梦居然主动跟夏川打招呼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不不不 根据之前的经历 再结合楼仙梦对夏川的评价 不难猜得出 楼仙梦对夏川有意思 毕竟暑假军训的公主报 还有两人打情骂靠 江苏琼顿时露出了姨母笑 也不知道这两人什么时候才在一起 这次曼展我没去成 我们十二月一起去吧 夏川看向江苏琼 你又不是二次元 这么上心做什么 对啊 楼仙梦也看向江苏琼 江苏琼却说道 谁说的 最近我已经在补翻了 苏州的我一定去 夏川寻思着 皇帝不急太见急啊 不过江苏琼这样的朋友 确实能交一辈子 没什么心眼还想着自己的朋友好 不过这样有时候也会好心办坏事 他将礼物从桌底下递过去 伸手拉了拉江苏琼 有点像高中的时候传情书一样 记得杨家高中写情书 还被抓住过 当众朗读 说起来 螃蟹小子最近没消息了呀 江苏琼惊讶地接过去礼物 夏川指了指楼仙梦 江苏琼兴奋到 仙梦 夏川给你的 他送你什么东西啊 楼仙梦回头看了他一眼 夏川说道 回礼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我觉得 应该挺适合你的 谢谢 楼仙梦乌黑的卡兹兰大眼睛中 浮现一抹异色 也很好奇 扭头看向江苏琼 在对方充满好奇的目光中打开盒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件红色四叶草手链 还说没再谈恋爱啊 江苏琼惊讶无比 没想到那个整天没正行 玩世不恭 喜欢开玩笑的青年 居然会送这么有情调的东西 真没有 楼仙梦解释了一下 在别人看来 他跟夏川是在谈恋爱吗 不至于吧 他看了眼手链 又回头说了声谢谢 卡蒂亚的四叶草手链 他记得 价格好像也不便宜 比他送给夏川的手办要贵一些 楼仙梦带上看了一眼 挺漂亮的 江苏琼羡慕了 好显摆啊 哼 我本来就白而已 不过这手链还挺漂亮的 没想到他眼光还不错嘛 楼仙梦有些得意 还不忘 夸奖了夏川一句 江苏琼善善一笑 这家伙还是那么傲娇呢 嘴贤体正直 明明很喜欢对方 送的礼物吧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要是夏川被别的女生抢了 看你找谁哭去 看上去不便宜啊 江苏琼觉得很漂亮 说道 我觉得你应该也给他送个回礼 楼仙梦看了他一眼 陷入沉思 虽然送了手办 但严格意义上而言 也不算是礼物 而且价格也不贵 也不是不行 但是该送什么好呢 于是两个女生低声 窃窃私语了起来 上午也没有专业课 体育课上打打闹闹 夏川展现了一下自己的臂力 体育老师都觉得很惊讶 你这么好的天赋 怎么没去当体育生 我去当体育生 别人就得一辈子 活在我的阴影中了 夏川双手插兜 看像软脚虾一样的王毅勇几个 眼中完全不知道 什么叫做对手 体育老师嘴角动了动 想说点什么 看了看千球的位置 又闭嘴了 你牛逼 你说了算 上午的几节课够得很快 下了课楼仙梦问道 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饭啊 我有事得出去一趟 夏川挥了挥手 哦 楼仙梦应了一声 跟江苏琼一起去了食堂 他怎么天天这么忙 嘿嘿 你很想跟夏川一起吃饭吧 并没有 因为没有其他人一起吃了呀 江苏琼盯着他 你礼貌吗 本章完 第136章 白天极限挑战 晚上挑战极限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跟楼仙梦和江苏琼分开后 夏川就离开学校 过了马路就到公司楼下了 此时 小怪兽园职已经搭起了装修护栏 叮叮咚咚的 钻头声嗡嗡嗡的 装修工人还在忙活 因为是承包的 所以不按照天数算钱 基本上是忙完了救下一家 也挺辛苦的 夏川在旁边的店里 买了一条红南京和一扎冰红茶放在旁边 师傅 抽根烟再干 夏川拆开自己的 递了一根过去 装修师傅也没在乎自己脏乎乎的手 擦了擦捏着烟雕在嘴里 咧嘴一笑 小老板 你在这里开什么店 开一家咖啡厅 咖啡厅啊 在学校旁边 那赚不到什么钱啊 学校旁边开点闸串 开点学生出得起的 咖啡 你得去市中心 我开着泡妞的 装修师傅表情一正 打量了他几眼 小伙子挺会来世的 要泡几个妞 还得开店啊 你这么帅 小伙子还要开个店 才能泡到小姑娘 现在谈恋爱成本这么高 开个店能泡到妞算什么成本 结婚成本才高 那也是 我家儿子前几年结婚 首付买的房 又首付买了辆车 才肯结婚 跟装修师傅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了一会天 随后进了写字楼里面 坐上电梯刚好遇到下楼来取餐的宝洁阿姨 现在的小怪兽 前台和宝洁阿姨也都有了 总算是有点小公司的样子了 说她是小公司吧 她的能力又超乎寻常 说她是大公司吧 名不见经传 在职人员也不多 夏总 吃了没 刚进公司就看到康雪岩在前台拿盒饭 夏川说道 没吃呢 正好赶着过来 尝尝你们 说的那家快餐店 伙食味道怎么样 那您来得正好 我们就怕买得不够 多下了几单 夏川拿着盒饭到了办公区 此时 郑成华正在带新人搞网页 夏总 夏总 吃饭了 先休息休息吧 吃完再干 虽然夏川也很想他们给点力 不然他买豪车 住豪宅都没底气 郑成华说道 夏总 您下午去不去上课 有事 关于地铁跑酷的框架 建模这些已经出来了 麻烦你有空的时候过目一下 没问题 就让康雪岩跟美术部门那边去交接了 夏川思索了一下 说道 美术部门先让他们忙网页和活动 地铁跑酷的美术我另有打算 你就真缠那阮叔宁的身子 非得照顾他是吧 郑成华几个心理跟明镜似的 都知道夏川好像对那个精益的女博士有想法 但是人家女博士明显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不好搞啊 这种事情要么撞了南墙才能回头 要么就是撞了阮叔宁才能回头 究竟怎么撞 撞哪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夏老板自己的事 喝什么饮料 百事可乐 只有可口 那就矿泉水吧 夏川好奇道 你对可口有什么意见 回味有点苦 夏川跟几个中年男的混在一起 聊着天看上去有点突兀 画风似乎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见郑成华打了个哈欠 他忍不住提醒道 老郑啊 注意身体啊 别整天去找小姐 夏总 冤枉啊 丁叔安好奇道 你们觉得买一辆什么车比较合适 你怎么知道 我最近有买车的打算 夏川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丁叔安 郑成华好奇道 夏总那保时捷已经开腻了呀 也是 再漂亮的车 开得久了 方向盘油门和排气也就那样 久了是会腻 夏川看了他一眼 你最好是在说车 腻什么啊 久了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改一改 把大灯改成熏黑的 排气这些也是 轮毂也改成熏黑的 不也有新鲜感 丁叔安瞅了一眼周围 悄悄地说道 夏川目光讶异地看着这两个老流氓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思想脏 就是觉得 两人说得不正经 什么熏黑大灯 那能有原厂大灯好看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癖 我口还 夏川也确实有考虑买车 一辆车也确实不太够 出门就那辆车太固定 太有识别度了 所以打算再买一辆 未雨绸缪一下 不需要太夸张 宝马M系列 奥迪2系列 奔驰AMG系列都在考虑范围内 当然 这些车识别度也很高 吃了个午餐 吹着会牛逼 夏川休息了一下 盯着地铁跑酷的建模这些摇了摇头 建模要重新弄 我是让你们按照神庙逃亡抄袭 没让你们复制 抄袭都不会抄吗 还有一些小问题有瑕疵 这样 这样 认真的时候 夏川还是比较严肃的 郑成华和丁叔安几个也不敢杠 只是泛魂的摸了摸后脑勺 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呗 夏川当然没指望地铁跑酷能超越神庙逃生 几乎不太可能 但是 也得完全复刻出来 恰点烂钱 反正 天天跑酷还在研发当中 业余时间 可以拷贝点其他游戏 其他的不说未来的小怪兽 一定是一家拷贝公司 更远大的目标 比如国内最大的游戏公司 那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夏川 只想恰点烂钱 吃撑了再说 肚子都还没吃饱 就谈这些理想梦想的不现实 他的胃口也是比较大的 几千万 几个小目标 可满足不了他 他也没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研发一款属于自己的游戏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傻子才干 脑子里那么多项目 跑去创新疯掉了吧 下午就在公司待了一会 跟程序部门把地铁跑酷的问题改了改 顺便看了一下神庙逃生和水果大师的数据 随着几个榜单和渠道的空间 数据真的跟坐火箭似的收益直接翻了再翻 这个月两款游戏的数据 夏总要发财啊 难怪要换车 什么时候我们能研发出火爆点的游戏 拿点分红就爽了 丁书安侃侃而谈 程序员不就是这点盘头 可惜他们都是有年薪合同的 想要分红真的得公司大起来 做到领导层才行啊 说到底 小怪兽游戏的火也是沾了运气的 在第二节课的时候 夏川才回到学校 时间已经不早 拉了拉楼先梦的双马尾 夏川抖了两下 娄仙梦柳眉弯弯 回头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盯着他 你是不是手剑啊 笔记借我一下 哦 娄仙梦没再跟他计较 将笔记给他后问道 晚上有时间吗 约会 什么啊 我跟江苏琼打算去外面吃 你去不去 夏川考虑了一下说道 再看吧 我说不定有事去 他可不敢马上答应 他现在周六周日的时间都不多 特别是晚上 要么跟江河去约会 要么跟夏青去约会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有什么事啊 娄仙梦好奇地问了一句 算了 你不去的话 我跟江苏琼去了 对了 这个给你 钱包 我记得你没有吧 其他男生都有的 娄仙梦声音娇滴滴的 他之前注意到 夏川朋友几个 好像都有钱包 就算他都有一个小巧的 也不明白 夏川怎么喜欢把钱和卡这些 都一股脑塞进兜里 不是很乱吗 之前跟江苏琼提到礼物的时候 他就想到 可以买的钱包了 给夏川送东西这件事 跟手链无关的 他就是想送就送了 把钱包放在桌上 他内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得已 有点满足感 可能是把夏川压制住了吧 哼 娄仙梦心里美滋滋的 提醒道 路过的时候 看着比较顺眼 就买了 你没有就给你了 喽 不用谢我了 娄仙梦摸了摸手腕上的四叶草手链 心情愉悦 夏川拿起钱包打量了一下 还是登喜路的 挺会买的呀 呵呵 你以为我是谁啊 是是是 琉璃大小姐 我就当时给管家的小礼物了 夏川打量着钱包 登喜路钱包的价格 一般在两千到五千之间 店里买的时候会稍微优惠一点点 钱包质量很好 很耐用 他现在是习惯了手机和银行卡 身上也就带个小几百块钱 也就不搞个什么钱包了 是曾经便利的后遗症了 带个钱包 丢了就全丢了 这钱包最起码 也要一两千块钱吧 这小妞 还真是肯花钱 娄仙梦的心里 他大概能判断出来 应该是送了个手办 觉得送的便宜了 毕竟他送了个手链小万把块钱 觉得要补一下 一时间 他竟有些哭笑不得 礼物心意到了就行了 钱不钱都无所谓 这家伙 怎么这么往心里去 还是太有钱 不然不会这么送 要是人人都这样 夏青不得哭晕在厕所 他工资都没有 还得跟家里要生活费 哪来的钱送礼物啊 江河已经没有了超级富婆的钱质 楼仙梦有啊 他虽然看上去很贫穷 但是兜里是真有钱 估计家里生意也做得很大 不然不可能这么有钱 出手这么大方 普通人要是能追到 那真的是跨越阶层了 但是 前提是 能让他死心塌地才行 否则因为各种因素要在一起 还是很困难 谈恋爱可能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结婚就未必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了 如果楼仙梦两三百斤 但是嫁妆有个几千万 还有车友别墅 估计也是大把人要的 富婆永远是富婆 永远是男生心中的大宝贝 夕阳西下 眼看着落日的余晖 洒落在桌上 滴滴滴的信息声 接踵而来 夏青 晚上来雨花 姐姐我去买点菜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夏青 有空吗 夏青一个信息过来 夏川陷入了沉思 结合夏青的解脾症 和做家务的勤快程度来看 会做菜的可能性极高 之前就听他说 没钱的时候自己做饭 看来还是有点手艺傍身的 夏川不是不敢去 就怕去了吃点黑暗料理 夏川 做点什么菜 夏青 韭菜炒鸡蛋 搞个红烧排骨 再炖个鸡汤吧 我看到有卖生蚝的 给你买几个吧 夏川 这又是韭菜 又是生蚝的 压力有点大 没事 我被楷模就应该白天极限挑战 晚上挑战极限 夏青这样的女生 真的让人难以拒绝 给夏青发来的信息 夏川拉拉拉楼仙梦的马尾便 楼仙梦现在已经习惯了 不再条件反射 有什么事 晚上有事去 原谅我 小梦 这是最后一次了 夏川手指触碰到楼仙梦的额头 楼仙梦难为情地拍开她的手 道 有事就有事呗 跟我说了做什么 我这不是怕爽约了 你生气吗 哈哈 谁会生你的气啊 看着两人吵吵闹闹的 将苏琼露出了姨母笑 倒是坐在不远处的曹静 有些羡慕 许思怡 你们晚上吃什么 我们随便 你不跟夏川他们一起了 呃 我跟楼仙梦他们的关系 曹静有些尴尬 最近他跟楼仙梦和夏川他们走得近 原本许思怡的圈子好像就有点排斥他了 但是发生了那种事情 他又怎么敢跟许思怡他们说 许思怡是出了名的大嘴巴 他可不想整个戏院都知道他的事情 正常的上课 下课 晚上还有晚自习 夏川打算割了 虽然陆秋平可能会来查岗 甚至院长可能都会过来查岗 但他现在创业 相当于有一个免责金牌在身上 不上课影响不大 而且他也有在看笔记 并没有影响学业 目标不大 及格就好 离开学校拿了车 看着自己冰川蓝的保时捷 夏川又想再换个车衣了 冰霉粉也特别不错 看上去有点骚气 想着他给汽修店老板发了个信息 定制了一下冰霉粉车衣 这种基本要定制 价格也不低 汽修店老板 估计爱死他了 就喜欢他这样的大冤种 不过买了车不改 确实没什么意思 之后轮毂再换一换 十几万一个的轮毂比较贵 他还有点舍不得 本章完 第137章 吃个火锅还得摆姿势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夏青买好了菜 站在路边翘首一盼 自己下厨 他也不明白 自己怎么想的 这种荒唐的想法 冷不丁的就冒出来了 可以说是心血来潮吧 其实潜意识里面 他觉得自己下厨锻炼厨艺 也不是为一种提升自己的方式 现在生活中 很多在外租房的男性 都会自己下厨 而且 手艺还特别不错 反观女生 在外面就很懒 这不是骂谁 而是自嘲 夏青觉得自己最近就挺懒的 上夜班的时候 他当然不愿意起来自己做饭 出门吃一口得了 方便味道还好 还不需要洗碗筷洗锅等等 哪怕没钱了 都不愿意自己做饭省钱 就是真的懒了 出租屋里有锅有煤气灶的 也方便 所以在网上买了的菜谱 有空还得看看医学检验方面的书 对这座城市也算是有点归属感了 以前总感觉有点迷茫 夏川出现后就积极了起来 果然女生还是要有男朋友的 或者说找一个好的男朋友 对自身也是有好处的 最起码明显的落差能看出来 你图人家的东西 最起码自己都拿得出手吧 勤快 会做菜 漂亮也不可能一直漂亮下去啊 女生还是勤快点 积极一点好 不光是工作上的事情 生活上也是 感觉生活好像有点意思了 反正比以前有意思得多 嘟嘟 车喇叭声将她拉回了线时 看着停在旁边的保时捷 夏青拉开门上了车 请问夏小姐为什么突然想要做菜了呢 而不是跟朋友出去逛街购物了 夏川将拳头塞到夏青嘴边 夏青看着她的手 轻轻拿开说道 可能是 姐姐我男人开了亮保时捷吧 要是开个破三轮 我觉得应该是没必要的 泽泽 真特么现实啊 阿青 快点回去吧 你应该祈祷 七点钟能吃到饭 夏青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随后将袋子放在脚边提醒道 你晚上不去上课了吧 晚自习不去了呀 反正你去不去都一样 你也不是上课的料 夏青一阵见血 继续说道 而且 你去上课不是商业界的一大损失吗 夏川一句话咽了回去 竖起大拇指 姐姐看人真准 坐在你身边的 就是未来的精灵比尔盖茨 最年轻的国内首富 抑制游戏之父 夏青嘴角微微上扬 给你点脸 你还真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是吧 那一连串的称呼 听得夏青头痒难难 能做到任何一个 都是国内商业圈子里的传奇人物了吧 国内首富 应该是最有钱的人吧 还挺会想的 天都没黑 就开始做梦了呀 夏青嘴角擒着一抹淡笑 但是男生有向上的心 比什么都重要 夏川看了他几眼 黑色四叶草的项链 挂在脖子上 搭配他亮丽 洒爽的风格 真的蛮合适的 看不够 怎么看得够 上班这么累 还要做饭 你也是不嫌麻烦 夏川摇了摇头 咱们又不缺钱 我带你出去吃啊 夏青却笑着调侃道 放长线钓大鱼呀 牛逼 夏川无言以对 夏青却看向窗外 夏川的钱又不是他的钱 车又不是他的车 这是两回事 他分得还是很清楚的 开着车火速回到雨花 衣服一脱披上围裙 夏青就拎着菜 放在了水池里面 夏川靠着厨房门口 挺想体验一下围裙的 那应该很刺激吧 需要我帮忙吗 你帮我把韭菜剪一剪吧 然后切成几段 我打两个鸡蛋 肋骨要不要 给你煮汤喝 哪呢 夏川指了指自己肋骨的位置 夏青挺无语的 你留着发发财吧 开着玩笑 厨房内的气氛正好 夏川看着夏青有些笨拙的刀工 怀疑他究竟行不行啊 你排骨不焯水吗 为什么 忙活了一个小时 总算上桌了 生蚝的个头看上去还可以 但是里面的肉比较小 这就是海栗子吧 那肯定没你 带我去炯鸡品质好 讲究一下吧 夏老板 那韭菜炒蛋 还有点糊 正常 糊点好吃 可是排骨很甜啊 甜得掉牙 我喜欢吃甜的 夏青一本正经地说道 却没什么底气 我也是初学者啊 不会挑生蚝很正常吧 鬼知道老板那么黑 煎蛋还是需要技巧的 排骨没把控好糖度 给的冰糖太多了 少放了点盐和醋 夏青记载了心里 下次会稍微好点 夏川挺无奈的 记得还有剩下的 于是起身去了厨房 呼呼呼 打蛋煎蛋一气喝成 排骨这些已经没办法了 回炉重造一下 也就稍微让口感好点 最起码没那么甜 看着夏川熟练的可怜的操作 夏青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就站在厨房门口 有点怀疑人生 怎么办 他这么有钱 还会烧菜 还有情调 还有能力 呵呵 算了 当的废物也挺好的 他之前居然还想着提升自己 再怎么提升 跟天才比起来 也是个笑话 饭桌上 夏川问道 怎么样 还不错 夏青声音有些不悦 冷不丁地问道 我刚才的样子 在你眼里 是不是很愚蠢 没有 你努力的样子美极了 夏川笑看着他 真不是开玩笑 都说男生认真的时候比较帅 会吓出的女生 真的超漂亮 你要是天天做菜 我天天在这里 吃也不是不行 夏青心头标的一下 感觉中了一箭 真的 夏川低头扒了饭 夏青翻了个白眼 我怎么感觉你什么都会 有没有你不会的东西 多着呢 我会的也多着呢 夏川一笑置之 夏青挺无语的 他跟夏川比了做什么 而且 对方也不是天生就会的 咱们来日方长 吃了饭洗了碗 夏青收拾了一下说道 走吧 去哪 夏川坐在沙发上 给江河回来的信息 抬起头不解地看着他 夏青扬了扬手机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今天特价票 看完电影回来也不早了 还要看电影啊 你不乐意算了 你没提前跟我说啊 夏青却换上了鞋子 不是问了你 晚上去不去上课吗 好吧 还好我晚上能旷课 夏川起身跟在后面 才七点多 从现在开始 挑战极限 确实早了点啊 究竟的电影院 人不算多 漆黑的影厅里面 还是情侣专做 吃着爆米花 喝着可乐 这口感绝对是百事 坐在最后排 夏川不免想到 跟江河在电影院的样子 江河喜欢把腿架在他腿上 夏川拍了拍夏青的腿 夏青看了他一眼 怎么 你不觉得紧吗 架上来 不用 我这样挺好的 夏青捋了捋发丝 拒绝了他无理取闹的要求 在电影院里大庭广众地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夏川搂着他的小蛮腰 这就是夏青跟江河的不一样了 夏青挺无奈的 又回头看了他一眼 最后还是把腿架了上去 夏川嘴角微微上扬 低声说道 真怪 夏青抿了抿嘴 怒对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癖好 我就说一句 真怪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我没有 老实说 夏青还真有点不适应 于是岔开话题 你怎么这么多事 电影不好看 还是说你跟谁看过了呀 没到重头戏呢 夏川内心咯噔一下 夏青的怎么这么敏锐 他确实跟江河看过了 所以二刷觉得有点无聊 但是他也没干什么 过于让人怀疑的举动吧 怎么就看出来了呢 这就是女生的第六感 厉害厉害 夏青换了舒适的姿势 依偎在他怀里 确实宽松了许多 吃了个爆米花 那双漂亮的狐狸眼 聚精会神地看着大荧幕 夏川松了口气 无奈只能跟着重刷 渣男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看完电影 都快十点了 夏川穿着风衣在门口等的时候 居然还有女生上来 要联系方式 夏老板很深厚欢迎啊 等几个女生低落地离开后 旁边就传来夏青那清冷的声音 夏川回头说道 口红不错 为什么女生出完饭 看完电影都喜欢补个口红 不禁女生看的吗 不是 夏青收回目光 道 一个妆少了口红会显得很奇怪 出了电影院 外面的风有点凉 车上夏青玩着水果大师 乐在其中 好玩吗 好玩啊 夏老板可真是个天才 谢谢夸奖 我可不是夸你 我朋友圈里面玩游戏 基本都是这两款 特别是神庙逃生 很难想象 这两款公司的老板 居然就坐在他旁边的主驾驶上 他在医院上上班 究竟捡到了个什么啊 这运气 就是传说中的欧皇吗 不不不 你只是 捡到了个究极渣男 知情人一定会这样吐槽 等回到住处 夏青简单卸了个妆 正要拿起手机 却感觉腰上的手慢慢不对劲 肘眉道 我明天要上班的 那你给我炒韭菜 蒸生蚝 我只是给你补补 没让你今晚就生效 夏青吐槽了一下 谁家补身体期间还能做事啊 这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夏青无奈道 可是 我不需要补啊 你需要的 休息吧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 不要 夏青翻了个身 被子往上一拉 夏青咬着薄唇 称怪地瞪着他 夏青寻思着 果然女人都喜欢说反话 韭菜和生蚝 是男人的加油站 他加完油 不得给夏青加个油 美容一下 不能浪费了 公司最近线上的活动比较多 抽取钻石这样的活动 已经比较多了 周边也一样 夏川回到公司 召集员工开了个会议 线上活动还是比较少 大家发动自己的小脑筋 康雪岩思索了一下 抬起手 康雪岩 你说 夏总 钻石周边 这些都是小问题 就说钻石吧 不过是一串代码 还是周边让人感兴趣一点 想要更吸引人 就得加大力度了 比如新款的手机 可以让广告商赞助 能给公司省下一笔不低的开支 还有新款的平板等等 夏川站在台上捏着下巴 暗暗点头 手机和平板 都是比较实质性的好处 周边反而没那么吸引人 说白了就是个不娃娃 一百块钱抓一堆 吸引力跟价值是对等的 康雪岩敢于发言 而且思维敏捷 跟他不谋而合 有当领导的前置啊 老板就喜欢这样的员工 帮老板排忧解难 还能省钱 像有些公司部门的领导 不组团贪污 吃回扣都算好的了 这也是公司小 目前比较透明化 等公司大了少不了的事情 无论任何大公司 都摆脱不了的定律 比如采购等等部门 夏川是真实经历过的 虽然有些人混得风生水起 也有些人把自己 混进了铁窗里 所以目前公司 就让柳慧兰挂了个名 所有部门都可以慢慢完善 夏川也不着急 公司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 策划活动这些 就让策划部门去搞 康雪岩也带着混一混 稍微提拔提拔 神庙逃生创造的神话 只是开始 水果大师下载量 一天比一天多 除了关注一下游戏的 热度和数据 上午去一趟公司 除非有应酬 夏川基本不往那边跑 上学创业两不误 转眼 已经十二月了 不知不觉 距离开学都过去三个月了 暑假仿佛还在昨日 从炎炎酷暑 转变到寒冷 几乎是一眨眼的事情 金陵的春天和秋天 是最少的 冬天的景色也不错 下雪后的金陵极其的美 春夏秋冬各有千秋 推开宿舍的窗户 冷得令人直哆嗦 快把窗户关上 冬天开窗户 有什么大病不成 卧槽 爹 一股子脚丫子味 你们冬天就不洗脚了是吧 夏川吐槽了一下 关上窗户 离开了宿舍 晨跑他 还是比较喜欢的 不管春夏秋冬 除了下雨天 他都没有隔隔 主要是刚醒过来 不跑一下 整个人浑浑噩噩的 跑一下热血沸腾 还精神一点 加上冬天本身就冷 跑完热乎乎的去吃早餐 楼仙梦和江苏琼 现在也不早起了 都怕冷 金陵这座城市怎么说呢 热的时候热死个人 冷的时候冻死个人 两极分化 再过几年 可就只有夏天和冬天了 春秋来得慢 但去得快 跑了一会热气腾腾的 吃了碗粉丝 旁边还有学生 正在玩水果大师 大早上就玩 看来平时玩不了啊 夏川笑了笑 对于一个游戏开发者而言 看到别人玩自己搞出来的游戏 其实是很满足的 或许有些人觉得游戏害人 其实游戏带来的快乐 是很多时候人给不了的 有些家长也无法理解 有一说一 学习好的怎么都好 学不进去的 怎么都学不进去 跟游戏的关系不怎么大 楼仙梦成绩好 但是他也玩游戏 上了清华北大的喜欢玩的 一样会抽空玩 这对人家并不影响 影响的只是不自律 家长 如果最开始就培养孩子 这样的喜欢 可能就不会觉得 游戏是罪魁祸首了 吃了早餐 回到教室 好几个女生都在玩游戏 有的在聊天 注意到夏川后 楼仙梦哼了一声 昨天的我你爱答不理 今天的我 你高攀不起 仙梦 晚上一起吃饭 夏川挨着他坐下 楼仙梦说道 这里是给江苏琼留的位置 江苏琼坐这里会肚子疼 我帮他热一热凳子 你好变态 你说话好鸡车爱 夏川开着玩笑 随后问道 去不去啊 江苏琼去我就去 就我们两个的话 我肯定不去 楼仙梦挟视了他一眼 抱着小手 四十五度昂着小脑瓜 夏川舔了舔嘴唇 真想拉着双马尾 收拾他一下 江苏琼肯定去 不用问了 我替他答应了 顺便叫上宇文雪崖他们吧 那正好去吃海里捞吧 正好六九折 吃个火锅 还得摆姿势 不吃 楼仙梦表情一正 思索了一下耳根子 火辣辣的 念念碎了几声 什么姿势啊 这男的 怎么这么 没有边界感 最讨厌的 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人了 不多时 江苏琼来了 吃火锅吗 好啊 正好现在天气冷 我还没吃过海里捞呢 一直听你们说好吃 江苏琼充满了期待 随后看向夏川 这次是你自己约的呀 应该不会搁我们了吧 放心 绝对不会 相信我 嗯 江苏琼看了他一眼 怎么感觉有点不幸呢 上了一节课 才九点多 电话就震动了起来 喂 夏总 起床了没啊 懒洋洋的声音传来 夏川脑海中浮现李慧那手指 缠绕着病脚发丝的画面 你是不是没睡醒 我还是个学生啊 你还不是想上就上 上谁 本章完 第138章 你怎么跟JDZ瓷器一样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学生 怎么可能睡到十点才起床啊 夏川调侃道 还是学姐潇洒 想上就上 不想上就不上 阮叔您工作忙完了没 喂 你这样很不礼貌啊 在跟我聊天 怎么还扯别的女人呢 李慧那语气有些黏乎乎的 有点发点 夏川寻思着 这货黏乎乎的语气 可能还在床上躺着没起来吧 李小姐 你手 应该没放在被窝里吧 什么意思 夏总对自己 也太自信了点吧 李慧那加了加腿 讥讽地说道 不过夏总喜欢的话 我下次可以考虑 脑补一下夏总的脸 阮叔您呢 阮叔您忙着赚钱呢 可没空搭理你这小流氓 别整天想着 那个老女人了 多想想姐姐 姐姐让你没烦恼啊 夏川寻思着 对方怎么好意思说的 区区李慧那不及阮叔您半分 饶有兴致地问道 怎么个没烦恼法 你懂的呀 泽泽 这是在挑战她的软肋啊 不过李慧那什么尿性她也知道 骚又骚得很 弄她又不肯 也就嘴上跟你来回拉扯一下 真想现下 真是她怕事有点难 跟阮叔您住一起的女人 能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夏川吐槽了一下 我还要上课 没事挂了呀 有事啊 先别挂 中午请你吃饭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啊 李慧那美好气道 拜托 我一个女生主动请你吃饭啊 放下了姿态和高冷 你居然 还能选择无动于衷吗 我怕你嘎我腰子 姐姐穿黑丝给你看 道德在哪里 底线在哪里 时间和地点在哪里 夏川严厉谴责李慧那这种 聊了不负责的行径 打算亲自去会一会她 看看她能玩出什么花来 吃吃 李慧那笑了两声 中午十二点 下课后来老门东 不见不散 挂了电话 继续上课 夏川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安静又生动的课堂 青春洋溢的学校 还有热情高涨的职场 周围一个个接踵而来 各有千秋的妹子 根本不需要她去当田狗 他们一个个都争相斗艳 犹如百花齐放 夏川就像是玩世不公的花农 食而施施肥 娇娇花 挑逗一下花蕊 就能看到他们娇艳欲滴 最美的时刻 再看看庄校 王毅勇 特别是王毅勇 现在分手后还在疯狂地舔 要是她 几次还舔不到 就直接放弃 如果在一起一个星期守 都还不能牵的话 代表女生本身 对跟你接触是比较抵触的 没那方面的什么意思 但是又不舍得你对她的好 又比较喜欢那种 被别人捧着的感觉 说白了就是小仙女 又正好没有好的选择 谈恋爱 一般都是在合适的时间 选择了比较合适的人 并不是她非要你不可 所以 她先吊着你 等到对方有合适的目标 就是分手的时候了 上着课 时而戳一戳楼仙梦 她柳眉皱了皱 就清楚是下贱人又犯贱了 不好好上课 戳她做什么 下课后 夏川提醒到 晚上跟楼仙梦他们约好了吃饭 你们去吧 吃什么 火锅 那没问题 最近有点冷 精灵怎么能这么冷 这鬼天气 是不是要下雪啊 夏川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摇了摇头道 十二月一般不下雪 要下雪 也是一月底 或者二月份 话说老夏 你周六周日 一直看不到人 我们去爬紫金山 或者找地方玩去啊 咱们几个就没出去过 我周六周日有事 周六周日都有妹子 她怎么可能将自己为数不多的时间 浪费在跟几个大男人 出去玩上面 要出去玩也是 跟妹子一起啊 不是没有妹子活不下去 而是没有妹子 就是活不下去 她一般都是 跟女生出去玩 有情调一些 心情也舒坦一些 夏剑 许四仪他们 说你跟曹靖正在谈恋爱 夏剑骂谁 夏剑骂的是你 楼仙梦瞪大了眼睛 完全不上当 眼底掠过一抹戏血想套路 我你还差得远呢 夏川直接就冲了过去 吓得楼仙梦尖叫了一声 慌不择路地跑出了教室 让周围频频侧目 不知道还以为有鬼了 小胳膊小腿跑得还挺快 男生看着这一幕 十分的羡慕 虽然楼仙梦性格上 好像有点缺陷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是漂亮也是真漂亮啊 谁不喜欢这种娇小 却又漂亮的女生啊 有时候 适合自己的尺寸 当然是最好的 楼仙梦跑得快 夏川跑得更快 电光火时间 伸手在她背后一拽 画风瞬间定格 夏川抓着那根带子 感觉这手感有点熟悉 楼仙梦稚嫩的脸蛋 活辣辣的 仿佛被按住了开关似的 一动不敢动 啪大 夏川手轻轻一松 带子又收了回去 发出清脆的声响 应验了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 还挺有弹性的 楼仙梦娇小的身躯 都感觉颤抖了一下 随后转身恼怒地盯着她 你是变态吧 我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你又没有 为什么还要穿这种内衣 楼仙梦脸色胀红 甩了甩手 气呼呼地说道 关你什么事啊 晚上你自己去吃吧 看着她生气的背影 夏川无奈地瘫了瘫手 她实话实说 怎么还生气了呢 像楼仙梦这样的飞机场 直接穿个背心就好了呀 赵赵也没有符合她马术的吧 非得装个真空的自欺欺人 难怪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楼仙梦今天怎么好像只冷起来了呢 中午下课 学生一涌而出 从楼上往下看 有点像丧尸片 说实话 她就喜欢看这种片子 而且老师会莫名其妙地思考 要是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躲在哪里最安全 还有食物和水源 学校的话 感觉还是超市吧 最起码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安全生活 等等 话说我考虑这个做什么 思绪店转间 夏川跟着大部队出了学校 车已经送去修车店了 等到贴好颜色 还得去车馆所登记 不然抓到要交罚款的 上了楼还是针对游戏官网页面的调整 还有更改 其实页面过得去就行了 但是夏川就是想插一脚 还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乐在其中 随后又说了郑成华几句 复制一个地铁跑酷 这么难吗 夏总 再给咱们一点时间 郑成华请咳了一声 话说夏总你也太任性了吧 跟闹着玩似的 想起来了什么有意思的元素就加进去 咱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哪里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拿着高薪 这个气得瘦 你这黑眼圈 你昨晚不会又去找小姐了吧 夏总我要举报 郑成华昨晚洗脚去了 我觉得 组成这个职位 更适合我一点 丁书安看向夏川 被刺了好兄弟一刀 夏川提醒道 那你们 就证明给我看啊 我这里很公平 嘿嘿 眼看时间快十二点 夏川叫来了康雪岩 康雪岩整理了一下文件 夏总 你又要买新车了吗 哟 你也知道了 哈哈 昨天就听说了 康雪岩善善一笑 你要换车的事情 都传遍整个公司了好吧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你开个保时捷帕拉没拉 现在又要换车 难不成不是你自己宣传的吗 下了楼 风在脸上冷冷地拍 夏川坐上地铁 就直奔秦淮那边了 此时 老门东 今天不是休息日 所以 老门东中午人也不是很多 如果是节假日来的话 能看到很多小姐姐 老门东入口位置 零零散散一些游客 晚上来这里 游客会比较多 夏川扫了一眼 掏出手机发了的信息 紧接着 左边的汉服店里 就一道穿着汉服的俏丽身影 推门走了出来 紧接着 熟悉的声音就传入耳中 夏川 这里这里 李辉娜笑着挥了挥手 身上穿着一套蓝白相间云彩色的汉服 还是低胸装的那种 那雪白的一片 有点黄眼 夏川有些惊讶 揉了揉鼻子 拒绝女色 建设中华 从男 男通做起 夏川 李辉娜转了个身 裙摆翩翩起舞似的 掀起裙摆一脚 露出那黑色的丝袜 笑眯眯的问道 怎么样 姑奶奶我性不性感 你是怎么做到跟JDZ瓷器一样的 JDZ瓷器 是啊 烧得漂亮又精致 夏川调侃道 李辉娜表情一正 随后又乐呵呵的道 谢谢夸奖 当然没有阮叔您那么端庄就是了 我的意思是 你穿的汉服 还穿低胸装的 夏川嘴角扯了扯 有点让男的想跟他游山玩水的想法 游山的是上面的山 水当然是山里面的水 你说这个啊 这个叫高腰如群 骑胸如群 触及到夏总的知识盲区了吧 李辉娜哈哈一笑 夏川手插在兜里 道 挺漂亮的 如果是别人的女朋友 我双手赞成 很美 哼 李辉娜走在前面 走吧 在里面 你是想骗我去戒子园吧 垫在里面 李辉娜笑眯眯的 跟狐狸似的 本章完 第139章 钱是给女人看的 不是给花的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不知不觉 都一点钟了 李辉娜放下碗筷 哦 吃完去戒子园吧 你就拿这个考验男生 哪个男生经不住这样的考验 夏川踢了踢牙 将纸丢进垃圾桶 李辉娜欲哭无泪 两百亿顿不便宜了好吧 那你究竟想要什么 姐姐都答应你 你不会是阮淑宁派来试探我的吧 夏川饶有兴致地问道 我李辉娜对天发誓 绝对跟阮淑宁没有半点关系 否则我一辈子找不到男朋友 也就是说 你是被我人格魅力吸引来的 李辉娜表情有些纠结 笑得很牵强 你小子还挺贱的呀 没错 就是被你人格魅力给吸引了 假的一笔掉糟 我什么勾扒人格魅力 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李辉娜赚了赚钱 来来来 你跟姐姐说 你到底要怎样 两百块钱 你不直接店里找个摄影师 别的男人不习惯 就想用你 我最多借给你充充电 而且不能占用时间太长 这话从对方嘴里说出来 李辉娜总觉得很不正经 什么叫借给他充充电 你是人形插座吗 还能租赁的 何况我真想要插座 不会自己买吗 我人 什么都行 夏川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琢磨起来 李辉娜被他盯得有点发毛 捂着身子道 嗯 什么都行 小流氓露出真面目了吧 你等着 等姑奶奶 我抓住你把柄 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 说实话 你身上也没什么值得我惦记的 论美色和身材 也不如软淑宁 论可爱 还不如我女同学 骚又是装出来的 骚得不伦不类 李辉娜咬牙切齿 那还真是对不起了呀 美色和身材 不如软淑宁我承认 可爱先搁置了吧 骚得不伦不类什么意思 李辉娜觉得这小子是真的贱人一个 总能勾起他的火气 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 整个人会爆炸吧 对方 平时也这样吗 走吧 夏川掏出口香糖丢进嘴里 你要不要 我来两科吧 李辉娜放进嘴里钱 不是什么安眠药吧 我色归色 但是我不缺钱 喜欢刺激也说不定啊 夏川惊讶道 你知道的挺多的呀 李学姐经历很丰富吗 哈哈 一般般吧 李辉娜有些得意 恋爱这方面 找我就对了 你不是想追阮淑宁吗 我教你啊 她有什么兴趣爱好 对了 你上次丢的三维是真的吧 两人围绕着阮淑宁聊着天 边走边聊 李辉娜眼底有些意思 她跟夏川之间的纽带 就只有阮淑宁了吗 这小流氓 真的很不礼貌啊 不多时 戒子缘入口 美女 门票二十 买两张 这该死的后花园 还要门票的吗 李辉娜吐槽了一下 她同学可没说要门票啊 李辉娜爽快地付了门票钱 没丢了面子 反正两百块的饭都吃了 走进其中 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棵石榴树 李辉娜也是第一次进来 有甲山有果树 看上去就像是有钱人住的 这种 是以前当官的住宅吧 李渔的别墅 清除名是 夏川提醒道 以前来过一次 她还摘过里面的石榴 甲山的对面 还有柚子树 李辉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对方还挺有内涵的 不仅仅只是色呀 手机给我吧 你要拍也不早说 我可没带照相机 没关系 你手机拍得也很好 李辉娜有些惊讶 还挺伤到的呀 她没白费苦心穿这么好看 夏川边指导边问道 你平时穿黑丝 怎么偏偏喜欢汉服 不应该穿GK小短裙吗 也穿 其实更喜欢汉服吧 我教你 只要对着太阳侧光的画人 就会剪影 李辉娜说道 学废了 其实拍照好看最主要的因素 不是这个 是什么 就是模特长得好看 身材好 比如学姐这样的 夏川笑了笑 李辉娜嘴角微动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你还算没见到底 有点眼光的小伙子 来都来了 吃人嘴软 夏川也教了一些小技巧 事实上 跟她预想的编拍 编导不太一样 假如李辉娜是真的骚 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可惜 都是装的 她的人生阅历中 李辉娜就是那种爱玩 有趣的小姑娘 粘人 却也比较烦人 跟诚意萧一样 那小妮子也粘人的 可因为从小玩到大的 夏广学跟李梅的缘故 夏川已经习惯了 这是李辉娜身上 不具备的前提条件 这花挺漂亮的 帮我拍几张吧 李辉娜站在花前 摆了个漂亮的姿势 侧过来 那个角度不好看 花当作前景比较好看 湖面的话 就要拍剪影了 李辉娜觉得 夏川是有真材实料的 夏川也在暗自赋匪 要不是上辈子没这能耐 说不定网友们 就要称呼他为九十一的夏先生了 动作指导和实战 他还是精通的 不知不觉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夏川瞅了眼时间 也没想到这么快 看了看手机里面的照片 密密麻麻的 差不多了 吃你一顿饭不容易 你自己挑一挑吧 谢谢了呀 李辉娜开心地接过去手机 而是暖心地帮 坐在凉亭里面的夏川 捏了捏肩膀 辛苦了夏老板 要喝水吗 你有水吗 我出去给你买 饮料可以吗 夏川寻思着 原来说的是饮料啊 矿泉水吧 OK 除了戒子源 老门东目前还是比较幽静的 李辉娜说道 夏天这边挺凉快的 你确定 偶尔吧 李辉娜也不是那么确定 道 我跟同学来过很多次 精灵好玩的地方不多 夏天的水魔方算一个 现在的银杏湖算一个 像情怀特色的老门东也不错 对了对了 还有中山林的音乐台 你现在要回去吗 不然呢 要不要去我出租屋 夏川笑问道 你不会告诉我 你养了会后空翻的猫吧 那有什么意思 李辉娜凑到夏川耳边 相分析来 要不要去我那喝杯茶 阮叔宁也在 那就买点下午茶过去吧 李辉娜有些错 你这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走吧 你车呢 贴改色魔去了 还有我 最近打算换车了 对于夏川的显摆 李辉娜佩服道 厉害啊 不愧是夏老板 游戏给你 赚了多少钱啊 我看现在神庙逃生那么火爆 保密 放心 我肯定不说出去 我的意思是 对你也保密 我们有必要这么生分吗 等枝根枝底再说吧 枝根枝底 你好色呀 阮叔宁跟李辉娜 住在江山新园 算是周边比较不错的住宅了 提着下午茶上了楼 李辉娜打开门 我给你拿双鞋 踩脏了 阮叔宁又要说三到四了 他有点洁癖 其实 我也有洁癖 李辉娜懒得跟他掰扯 只要是阮叔宁这小子 就要凑过来插一脚是吧 话说你这么喜欢阮叔宁 你倒是追啊 话说你对阮叔宁那么感兴趣 别整天嘴上说说 实际行动是一点都没有啊 没见过你这样追女人的 夏川笑了笑 我不也花钱了吗 给他介绍项目 这也算吗 不然呢 李辉娜提醒到 阮叔宁喜欢包包 项链 漂亮的奢侈品 哦 夏川记得谁说过 钱是给女人看的 不是给女人花的 他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一点都不错 何况女生都很单纯的 根本不会在意你的法拉利 是什么颜色的 多多多 李辉娜敲了敲门 阮叔宁 有客人来了 不多时 阮叔宁抓了抓乱 糟糟的发丝走了出来 夏川坐在沙发上 打量着家具 目光落在阮叔宁身上 绿色的吊带睡裙 将她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微的领口 让人懦不开眼 不失粉黛 端庄的脸蛋 看上去要比之前的暗一点 但并不影响她的优雅 剑下穿在 阮叔宁漫不经心地将外套穿好 随后说道 夏总怎么有空来这里做客 李辉娜邀请我来的 李辉娜善善善一笑 刚刚约会去了 你不会介意吧 阮叔宁懒得跟她胡扯 那恭喜 哈哈 开个玩笑 阮叔宁问道 茶叶还是咖啡 茶叶吧 夏川翘着二郎腿 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的风臀 在阮叔宁转过身的瞬间 目光又瞬间变得清澈了起来 还在忙忙话的事情 是啊 夏川笑着说道 最近公司有个大单子 你有没有时间 大单子 不会比你敢漫画赚得少 李辉娜感慨道 真好长得漂亮 身材好追求者 还给你解决了工作的烦恼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阮叔宁挑了挑眉 酸得跟青梅似的 小女生就是小女生 本章完 第140章 你是说我腿毛不粗 小说 重生后 我只想躺赢 作者 懒洋洋本懒 李辉娜却来劲了 挨着夏川坐下 伸手抱住她的胳膊 使劲地往怀里塞 属于有那么点富裕且慷慨的类型 夏老板 你也帮我某点赚钱的工作呗 好不好吗 你好骚啊 感受着两侧碾压手臂的触感 夏川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死 这女人好大胆 是是是 阮叔宁的屁 你闻起来都是香的 李辉娜没再给她谋福利 怒骂了一句 起身拿啤酒去了 喝什么茶叶啊 年纪轻轻的 来两瓶啤酒布 你不是也没开车吗 喝点茶叶吧 拒绝了李辉娜的啤酒 接过阮叔宁递过来的茶叶 夏川一本正经的提醒道 你要是没空就算了 能不能把你博导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我的项目都是导师给的 阮叔宁叹了口气 他也就读个博士了 真正上到博导那个地位 在外面开开公司 工作分配给自己带的学生 一年到头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介绍给你 你找我导师 到时候工作还是会落在我们手里 最有可能就是落在我手里 我还得被抽走很大一部分的分成 倒不如你直接把项目介绍给我了 阮叔宁拒绝中间商赚差价 调侃道 顺便还能帮你省点 那你干脆来我公司 薪水还能低了不成 还在你导师那干个屁啊 阮叔宁摇了摇头 国内外对这个事的态度不太一样 在国外比较倾向于减少合作 更多的体现独立性 另外就是 就职学校的老师会合作帮忙 也就是同僚 在国内的话 在国内就抱大腿啊 下穿一阵见血 阮叔宁笑着点头 没错 国内的话大佬的背景 加持影响更大一些 至少可以为刚起步的事业 提供一些资源 当然我们这个也没什么研究不研究的 主要提供业务比较方便 所以整体来说 导师有属于自己的资源 除部分自己特别强的人外 维持关系是有必要性的 你觉得你导师腿毛比我粗是吧 下穿喝了口茶 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 最起码要把最近的业务做完 有时有中一些 嗯 那等你忙完再联系我吧 反正也不是很着急 我听说 小怪兽那边 招了不少精益的美术生 是招了一批 总不能一直外包吧 下穿放下茶杯 阮叔宁点了点头 工作上确实是受下穿照顾了 好几个项目 找他 让他赚了一些 几人坐下喝茶下午茶 吃着点心 出租屋很宽敞 下穿好奇地问道 三是一厅两位 对 还需要合租的吗 下穿顿时来了兴趣 要不我搬过来 跟你们一起住 不太方便 阮叔宁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李慧娜挑眉道 我觉得挺好的 还能给我省点房租 下穿看向李慧娜 总算像个正常人了 阮叔宁却没理会她 仿佛她的意见 不是很重要似的 下穿也只是开个玩笑 住在这边 未必就是好事 俗话说 距离产生美 要是住在一个屋檐下 一地昆毛 昆飞狗跳的 还有个什么没可言呢 不过让夏川好奇的是 阮叔宁这么忙一年能赚多少 于是翘起二郎腿问了一句 你一年收入是多少 二十网上吧 目前不会超过三十 朋友多介绍的业务多 阮叔宁抱着手臂 玩耳一笑 李慧娜酸溜溜地说道 那些男的都跟牲口一样 夏川看了她一眼 你礼貌吗 李慧娜撇了撇嘴 姑奶奶又没说你 看我做什么 阮叔宁长得漂亮 身材好 还被采访过 精益最美 身材最好的博士生 可谓是万众瞩目 在学校里面 是非常有名的 这样的女人 从来都不缺少追求者 就算是工作 也有许多的人 抛出橄榄枝 这并不奇怪 或者说是天性 所以说 长得漂亮 身材好 是天生的优势 李慧娜觉得自己也不差 但是跟阮叔宁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的 特别是身材上 也难怪夏川这小子 想吃那对大柚子 跟阮叔宁一比 他最多是个石榴 他觉得石榴就够了 柚子或西瓜多类啊 钱这个话题 还是比较敏感的 容易让人心里不平衡 郑成华目前在公司 年薪稍微比阮叔宁高点 夏川提醒到 之前就跟你说给我干 我不会亏待你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吧 对方的橄榄枝 阮叔宁调侃道 夏总这么看得起我 你这么漂亮 办事业务能力又强 谁不喜欢 夏川倒也没有拐弯抹角 没谁不喜欢钱 也没谁会跟钱过不去 阮叔宁眼底略过一抹一色 李慧娜给夏川捏了捏肩膀 夏总 我适合什么岗位 你说话这么好听 前台怎么样 夏川 你真是个小可爱 李慧娜说话 都带杂音的 这小子看人下菜碟啊 区别待遇 谁还不是胸前挂两斤肉的 我把今年干完 明年去那边试试 阮叔宁当然也是有意向的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他当然也关注夏川公司的游戏 毕竟有些美术 毕竟有些美术还是他做的 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也聊到过 公司前景确实好 如果年轻能稳定在三十个以上 且工作没那么繁忙的话 他觉得最好不过 可以啊 阮叔宁提醒到 时间也不早了 今天早点吃饭吧 我下楼去买 你在这边吃了再走吧 你们不自己做饭 麻烦 李慧娜摇了摇头 啤酒罐放在桌上 新时代女性 从来不自己做饭 何况我还是学生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我晚上还有约 正好我也走了 夏川起身说道 正好跟阮叔宁 一起下去聊两句 李慧娜挥了挥手 那我就不送了哈 正好阮叔宁要下去买饭菜 让夏川跟你一起吧 我也懒得下去了 他就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机 喝着啤酒 吃着甜点 完全没了刚才那小丫头骗子的模样 阮叔宁说道 你晚上要吃点什么 买一份螺丝 酸菜鱼 回锅肉 炒个卢蒿 嗯 等人走后 李慧娜才收回目光 信尾索然地盯着电视猛看 灌了口啤酒 脑子里却记不住剧情 心思完全不在上面 忘了提醒他周五的音乐会了 算了 估计他也不是很感兴趣吧 李慧娜自嘲一笑 夏川对待他和阮叔宁 多少让他有点不平衡了 出了门 夏川说道 你们吃的还挺丰盛的呀 我跟李慧娜都能赚一点 要是收入不稳定 就不敢这样了 能赚到钱的话 当然希望生活好一点 不说餐餐大鱼大肉 最起码三菜一汤要有 买菜做饭比较麻烦 楼下买了上去 省事不少 阮叔宁迈着恶挪妖娆的步伐走在前面 背影就十分迷人了 像这种身材的 真的极品 否则他也不会想投资入股 哪怕输金光都无所谓 是这样 夏川也觉得出门下馆子比较方便一些 看来咱俩价值观 还是差不多的 当然前提是能赚到钱 像阮叔宁一年能赚二十多 自己还得买菜做饭的话 确实有点不甘心吧 这就是人跟人的思想差距 给谁一年挣二十三十 天天下馆子都行 但是得能挣到才行啊 挣钱真不容易 像阮叔宁这种 博士有资源的才行 已经脱离了普通人的行列了 阮叔宁目光古怪 不明白这小子 怎么这么早熟 什么样的家庭 能教育出这么早熟的青年 那李慧娜家里挺有钱啊 她汉服几百几千一件 家里没钱能买得起 李慧娜羡慕她 她还羡慕李慧娜呢 不需要自己劳心费力 还能有心思去 追求自己的音乐梦 老实说她以前喜欢画画 但是现在跟喜欢完全不搭边了 就是为了赚钱而画 夏川也觉得李慧娜有钱 李慧娜赚得不多 目前还是研究生 但靠助唱和补课 收入应该不足以支撑她 目前的生活水准 话又说回来 没钱能上一孝 谁家里没钱 能让自己女儿从小学音乐啊 音乐课多坑多贵 心里没点舒适吧 还是夏青可怜巴巴的 家里穷得一笔掉糟 她认识的关系好的女生里面 好像就夏青 家里最穷 楼仙梦是大小间 江河父母也有钱 李慧娜也有钱 阮叔宁就不说了 不是一个层次里面的了 夏川思索了一下 好像忘了点什么 哦 陈一霄也是个小穷鬼 对了 你到底是29还是30 问女生年龄有点不礼吗 阮叔宁玩耳一笑 29周岁 30岁是吧 正常情况下 27-28才能博士毕业 当然也有比较早的 但我不是那一类人 阮叔宁笑眯眯地说着 顺带还解释了 一下自己 为什么30了 哦 原来是学业原因啊 显然她很不想 承认自己已经30岁的事实 理解理解 夏川笑得古怪 自欺欺人啊 女人三是如狼 四是如虎 从阮叔宁身上 怎么看不出来 母狼一样的迹象呢 还是说 有她房间里 也有玩具伙伴 夏川承认自己思想脏了 但这不是正常需求吗 下了楼 阮叔宁好奇道 你没开车来 贴改色魔去了 坐地铁 下次再聊吧 夏川好奇道 周五金益那边有个音乐会 你去不去 去啊 正好回去玩玩 阮叔宁调侃道 李慧娜邀请你了 是啊 有空就去玩玩吧 那边艺术气息和氛围挺浓郁的 那周五见 跟夏川分开后 阮叔宁去了店里 点了好几个菜 坐在凳子上沉思 他当然明白夏川的心思 不过确实不太合适 本章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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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